走起路來 模樣可愛的水豚君 我的男生 卡通裡盡情賣萌的耳闊壺 還是有著長長睫毛 眼珠子水汪汪的長頸鹿 哪一隻是你心目中 最可愛的動物呢 今天就是因為是 看水豚君才來這邊 的確是還滿可愛 因為文靜 不會像其他動物 可能聲音比較大 很可愛 超可愛的 搭上進來的選舉議題 海南友動物園 也舉辦了一場大同齡選拔賽 由水豚豚寶 長頸鹿陸客 手毛樂咖 鵝闊壺舅 金剛鸚鵡嘎 以及黑腳企鵝桑 總共六位動物明星 要爭奪誰 才是園區裡的大王 他個人的話 還滿喜歡看一些像是馬 或是說能互動的 像是那個羊之類的 像他也滿喜歡 標誌性的這個長頸鹿 第二次的大同齡選拔活動 從去年11月中開始 一直到今年的1月1號 他們是邊選拔邊投票 然後邊拉票 最後有水豚豚寶 狂掃六萬七千多票 連任冠軍寶座 得到的票數 甚至比排名第二名的 長頸鹿陸客 還足足多了三萬八千票 在大選到屬時刻 不妨來看看 這些可愛動物們打選戰 環節緊張氣氛 也好好療癒一下 環宇新聞成員為楊格 羅貝堯台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